好 时间来到7点24分 带大家来关心天气了 这样子今天又发布了农雾特报 听到这四个字就知道 其实这是一个回暖的讯号 蛮特别的 春天的农雾特报比较多 但是现在深秋了 都还有农雾特报 因为今天呢 可以看到高压持续出海 转吹东风 所以天气就跟昨天一样 非常的稳定 甚至感觉上会比昨天还要热 所以其实买特殊的 就是已经11月初了 而且时令已经过了冬天的节气了 但是现在您还可以穿短袖 出门是没问题的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图更加的清楚 当然清晨还是有些微凉 在花莲是17.2度 加义是20.4度 目前室外温度 大概都在22到23度左右 其实清晨的低温 比较像是辐射冷却效应 天空云量少了 没有盖被子 所以当然在清晨时分 就会变得比较凉一些些 但是原则上 今天一整天天气都相较是舒适的 甚至是白天您在外头的时候 感觉是有些炎热的 因为高温会飙破30度 我们再来看到就是水气 有些地方的朋友真的比较辛苦 就是花冬地区的朋友 来看看 宜兰跟花莲地区 今天还持续有水气在下 因为现在吹的是偏东风 迎风面带一些水气进来 所以这样的雨仍旧不会停 降雨量的热取 有人就是在宜兰 以及花莲的地区 可以看到水气仍旧比较多 像这样子的四格定量降雨图 累积起来一整天 还是会来到大雨 甚至是豪雨等级的特曝 所以再次提醒当地的民众 连续好长一段时间 基本上都没有放晴了 而这样的趋势还得再持续 两到三天左右 所以真的是蛮辛苦的 所以也提醒大家 山区还有西边的活动 都得格外留意 因为在宜兰这边 雨仍旧是不停 最后就来关心 未来一周的天气了 基本上好久没有看到 这样的好天气了 未来一周太阳高高挂 天气都很好 没有任何一滴滴的水气 最主要就是因为 现在开始转却东风了 即便礼拜前 会有新一波的系统来报道 但下一波看起来是偏干的 所以您可以看到 温度是非常的稳定 这几天高温炎热 其实白天北部高温 有机会飙到32度 甚至更高一些些 所以穿短袖出门 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日夜温差 比较明显来到10度之多 早晚还是加渐1 下一个天气的转折点 就在礼拜天的晚上 到时候会有 新一波的系统来报道 不过目前看起来偏干 只是您可以看到 高低温都有微幅的 往下掉一些些 不过下一波的强度 并不是这么的强 再加上没有带水气 所以目前看起来 温度的变化也不这么明显 因此未来7天非常适合 洗晒衣物 洗车 然后适合出门走走 多晒晒 毕竟过去这段时间 雨真的下多了 大家都辛苦了 大家都辛苦了 我经历了 我经历了 别人的变化